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伍整体表现都是9分 我自己就打个5分吧 因为就保了个屏 然后 回亮眼的当 还用说吧 MVP MVB 哭草 草叠是吗 草叠 刚才喊的嗓声都破了 那就是问一下 虽然你刚才给自己打到了5分 但是你这几天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你是拿下了两场光明之星的那个男人 就问一下啊 这个 怎么练的 说出你的故事 饮水鸡他就是翻过去 到了听你故事的时候了 Lena怎么说的 虾哥教得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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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谁先学的这个角色 因为今天他是也拿到了 我是不是 跳都不会跳 但是虾哥说你得这样跳 我就这样跳 然后我就比他还厉害了 就 但是今天师傅拿出了开本本事 对吧 就一个跳 打下三伤 我知道了 这个安安原来其实是虾哥的绝活吗 对 但是你先用了 我偷学 这就是战术 对 你们是双修了吗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比赛的 就是一直长平 就是我们在台下看的特别的紧张 那你们根据场上一直平均的这个局势 有没有说是制定一下针对性的策略呢 你们当时是怎么制定的战士 策略就是还是想着一直平 因为打到BO4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选途优势 然后我们来个局选途就可以慢慢地积累优势 因为其实是对方的主场嘛 所以还是想保平保到第4局的时候 对 以自己的主场去选途 然后去拿下优势 但是虾哥不给这个机会 虾哥他用安这个角色拿下了一局三抓 那你刚才说你的安是虾哥交的 那根据你的观察 你觉得他那波能够拿下优势的关键点在哪儿 关键点就是他同期看到了少观飞的手部 然后把手部少观飞之后再精确地找到下一个人 那所以到底 我总觉得你跟我们讲得很寻寻 你到底这一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还是很想知道是怎么练的 就这么猛 嗯 银水机教得好 到底是银水机教还是虾哥教的 银水机培养得好 就培养我的各种身心 然后虾哥就只是教技术 银水机他那个水也非常的不错 下次有空再一杯给你操 下次有空送场上所有的各位 就喝一下银水机里的水 那大家就全部成神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刚刚讲到进入到决赛了 现场有好多好多记忆战队的粉丝 还有你的粉丝 刚才我听到他们在大声呼喊你的名字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他们 太不容易了真的 嗯 谢谢大家对记忆战队的支持 谢谢 好也是谢谢大家对记忆战队的支持 也是谢谢大家能够一直等待马哥 固扎银水机成长起来 对不对 好那也是我们就不多问问题了 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决赛 也是赶紧请我们的马哥回去休息 也是再次感谢马哥 来到我们的赛户采访环机 也是再次恭喜机械战队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